朕虽然只有16岁 可今天早上起来 朕已经发现有白头发 狂烧 厄比龙 你以为 在朕和敖拜之间保持中立 就可以避阔了吗 大错特错 告诉你 敖拜如果篡位自立 他定会杀你 朕如果除贼成功 也会置你不忠之罪 敖拜必败 朕必胜 16岁的康熙 帝王心术简直强的一批 只用三言两语 救下的三朝元老厄比龙光光磕头 直呼罪该万死 话说康熙和敖拜越都越凶 双方都在不遗余力 拉拢朝中各方势力 这让一向圆滑的厄比龙 彻底犯了难 为了不被卷入其中 他毫不犹豫接下了康熙让他 出经酬粮的圣旨 可惜这次不同以往 康熙一语点破他的隐秘心思 警告老头这场争斗 绝不允许中立者的存在 敖拜必败 朕必胜 皇上 老臣有罪 存心自保 犯了不忠不臣之罪啊 厄比龙磕头如倒子 表示会将功补过 他一口气 说出了敖拜最近的一场 昨儿傍晚 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 照准西山剑谱营 和通州大营的调房 皇上 这事若无是非 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 如有是非 皇上 不可不防啊 康熙很满意他的态度 随即话锋一转 询问他愁到粮草后 准备如何分配 厄比龙表示会遵旨行事 两百万弹发给云南 吴三桂做军粮 其余一百万星夜 发往灾区赈灾 三百万弹粮食 全部欲往灾区 你可也不给吴三桂 呃 臣遵旨 臣斗胆问皇上 如果敖拜追问 老臣如何回答 这个 臣就不知道了 你是老臣嘛 该糊涂的时候 只管糊涂 朕只要凭西王 吴三桂 恨他敖拜 言而无信 厄比龙猛然抬头 立马明白了康熙的用心 对这个只有十六岁的皇帝 彻底心腹口服 然而康熙的骚操作 才刚刚开始 次日一大早 他只带了魏东廷一人 就要独闯敖拜府邸 为的就是麻痹对手 让其放松警惕 碰巧今天是敖拜的五十五岁大寿 他找来班博尔善 商量如何篡权夺位 得知康熙近来总爱微服司法 跑到客栈向五次游请教 便决定设下埋伏 当场做掉皇帝嫁祸给姓武的 他不正是个侵犯吗 仇恨大清 攻击朝政 久怀不轨 暗藏杀鸡 样样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啊 太皇太后呢 这个老婆子可顶得上十万大军啊 皇上没了 瞒得了别人 瞒不过他呀 班博尔善告诉敖拜 老太太即便知道真相 但手中却无兵权 又拿不出真凭实据 能做的只有自保 并向现实妥协 皇帝死了 大清的天塌了一半 另一半不得靠你敖拜吗 到时候想怎么做 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敖拜越听越激动 一帮人正说的开心 突然下人禀报 说皇上已经进府了 敖拜瞬间虎去一阵 还以为密谋暴露了 急忙询问有多少人 得知只有两人前来 他下意识就要结架 却被班博尔善伸手阻拦 咱择日不如撞日 干脆现在就一刀砍了他 不 他既然前来 必有所防备 再说 我不愿意让他死在我的腹上 让我坐稳了弑君之罪 敖拜假装卧病在床 看到康熙进门后 赶忙跪地迎接 康熙给足了他面子 特许他坐在炕上回话 敖拜 朕看了工厂的档案 你是爱心觉罗士的恩人呢 战场上 你就过我老爹的命剿灭前朝 平定叛乱 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军功 看得我拍案叫绝 朕是坐在你们这些人的功劳簿上 才当成的皇上啊 你三十岁寿臣时 太宗皇太极 在军中为你作寿 你四十岁寿臣时 顺治先皇 在乾清宫为你作寿 今儿个 你五十五岁生日 却称兵巨寿 朕不想看你受委屈 怎么的 也得来给你拜个寿啊 康熙细数历代大清帝王 对敖拜的无上恩宠 最后更是丢出杀手锏 当场生他做首辅大臣 加封一等功 世袭往地 一连串糖衣炮弹下来 敖拜彻底被打猛了 感动得光光磕头 鼻涕眼泪哗哗直流 看到这一幕 康熙的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随后就站起离开了 班布尔善立马窜出来扶起敖拜 这孩子啊 说到老夫的伤心处了 大人 您心软了 老夫受爱心觉罗事后恩 自来想去 费力之事 还是罢了吧 啊 中堂大人 这 老夫做了一辈子忠诚 现已黄泉路尽了 不想再背上个千古骂名 下一秒 班布尔善扑通跪地 抱着他的大腿挖挖大裤 你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小弟们想想 你一旦服了软 他们就没活路了 天下百姓和祖宗社稷 都等着你拯救呢 他康熙心胸狭隘 能保住大清江山吗 天将大任与中堂 中堂担心 可照日月 康熙今日来此意在交兵 这证明 他已经完全察觉到了 中堂的意图 现在双方都是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你不动手 他照样动手 敖拜又被忽悠权了 十分重不到 他的立场就变了两次 而这场夺权大戏 也将在明日早朝 彻底分出胜负 康熙当晚来到台庙 向孝庄展示了自己的决心 孙儿决心已定 你不做刘阿斗 不做汉贤帝 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皇上 孙儿啊 你认准的事 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 康熙早已布置好了一件 唯一担心的就是孝庄的安慰 他恳求对方 回九都奉天暂闭 等大功告成之日 再亲自去迎假 老太太微微一笑 你奶奶我这辈子 啥大场面没见过 我就坐在这儿 见证孙子的不是职工 我已经灭掉热河五千净兵 黎明前即刻到京 巴哈里率兵 秦王护驾 老祖宗早已先机在握了 好 好 我去叫他们 康熙激动地喊来手下赶死队 以魏东庭为首的众人 跪在大清历代帝王陵前 发誓要除掉敖拜 孝庄为了让他们坚定信心 瞎话直接张口就来 你们的皇上已经是 稳操胜算 灭掉热河五万精兵 黎明时即刻入城 你们只管大胆的去擒贼 活捉好拜 老太太的骚操作 让康熙又学了一招 怪不得自己只能当孙子 小庄随即开始了最后动员 三言两语 就说得众人热血沸腾 这辈子 哪怕只管有那么一回 哪怕只做了那么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 那就没白活 小子们 为了大清 为了你们的前程 跟着你们的皇上去干吧 是 气氛烘托到这 康熙立刻让人端来烈酒 陪着小弟们一饮而尽 同一时间 九门提督吴六一 也在紧急不防 按照康熙的意思 封锁京城九门 内臣吴指不得入宫 外官吴令不得进京 九门之外 更不得放入一兵一家 违抗者通通按谋反论罪 话音刚落 班布尔善手拿圣旨进门 奉天承运 卓吴六一 敬为兵部侍郎 加尚书贤 赏双眼花领 参之正式 九门提督一职 暂有副将平山勇处领 卓吴六一 指道即行 钦辞 吴六一身知在场大多数人 早已被敖拜收买 班布尔善前脚刚走 平山勇连忙恭喜吴六一胜职 紧接着催促他离开 自己要接手防务了 吴六一听后哈哈大叫 拿好你的胜职 放好戒指 折 大批士兵蜂拥而入 吴六一掏出 康熙早就下达的秘职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九门提督一直是他老吴的 京城所有三品以下五官 统统由其截止 吴任亲离手于盖部奉赵 钦辞 将他们统统拿下 走走 吴大人 吴大人 听着京城安危 就在咱们这几个人手里 早朝以后封锁内外城门 无论进出者指何人手里 都不准掠承承一步 次日一大早 班布尔善最先来到大殿 安排手下心腹士兵 埋伏在内外各个角落 特地吩咐别碰康熙 只管对付百官和侍卫 小弟那魔越听越猛圈 大家都不碰皇上 那让谁来对付的 直到此刻 隐忍多年的班布尔善 才显露了自己的獠牙 皇上已经交给敖拜了 他们俩都是聪明人 君子动口 不动手 只要三言两语 便天翻地覆 敖拜对此一无所知 他满心欢喜地以为 整个天下都会落入自己掌中 看着近在咫尺的龙椅 他心中感慨万千 参拜过两朝天子 效忠过三代君王 想不到今天 却要和这尊龙坐势不两立 班布尔善唯恐敖拜 打退堂鼓 立刻上前拱火 效忠皇帝只是忠于一人 现在效忠于天下 说明你已经彻底升华了 待会儿当朝问罪时 您万万不可心软啊 老夫的心早已 金如铁石 我要当着百官的面 质问康熙 先皇是如何教导你的 你为何要听信谗言 将老臣逼入绝境 你为何要重用汉臣 不遵祖宗救济 你何德何能切局地位 祸过殃民 好 问得好啊 敖拜对着空气吸睛附体 颁布尔善马屁派的飞机 心里早就笑怕了 只等敖拜康熙两代举伤后 自己在渔翁得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